嗨 欢迎大家来到饭塔楼的频道 那今天不跟大家做占卜 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个 平常有很多小伙伴咨询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该如何去进行冥想 或者是如何跟自己的七脉轮得到一个很好的连接 以及怎么去疏通他们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咨询度比较高的 那在我们每周五的公益的疗愈仪式活动里面的话呢 每周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能量作用于你七个脉轮的一个疏通感和一些流动感 这都是我们通过我们推送一个能量来让你们感知 那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和通过方法来让自己感知到脉轮的一些运行情况和疏通他们呢 那今天主要就是为大家介绍七个脉轮的一个相应的手印和语音冥想 以此来打开你这个受阻的脉轮完成你这个身心修复 因为脉轮它其实是人体的一个生命的钥匙 沟通着物质和灵性是生命力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核心的部分 那脉轮打通的话并且出一个开放的状态的话 生命机能它是运行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 但是当脉轮受阻身体就会出现与之对应的一些病症了 因此的话当身体出现症状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一下我今天给你们介绍的脉轮相应的一些手印 进行一个修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顶轮了 顶轮的手印的话是双手 手指交错 然后竖起 两手的小拇指是起指尖朝上啊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将双手置于你的头顶的一个部位啊 保持这样一个手印 这是顶轮手印 那顶轮呢它是连接受宇宙的能量 掌管着领悟力 那当顶轮受阻的时候 人体就会频频出现耳鸣头痛等症状 此时的话就可以通过相应的手印和冥想 语音将顶轮来进行疏通 那冥想之前的话可以先啊 活动一下身体 使身体充分的放松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静坐下来 将注意力集中在头顶 头部啊顶端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通过这个手印 通过这个顶轮的手印 放在头顶 然后发出 大家可以试一下 通过这样的一个冥想语音 明显的感受到 你头部的一个震动感啊 一定要明显的感受到 这种震动冲破头部的重重的阻力啊 如果说头部啊 你这个头顶感到有些威力感 那么就表明你的顶轮正在慢慢的进行疏通 就这样的话 你可以持续的保持观想 那宇宙的能量是可以通过特定的这个手印 被导入顶轮 那随着你这个冥想的语音啊 这个语音不断变得洪亮 那顶轮也是不断的震动 身体上呢 也是因为顶轮受阻而造成的头痛症状 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啊 这里就是顶轮手印 顶轮冥想的一个方法 第二个是霉轮的一个冥想的方法 那霉轮呢 它是连接着脑下垂体 松果体和神经系统的 那霉轮如果受阻的话 人体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压力 并且出现一些像助力力涣散 容易健忘的一些现象 那以霉轮对应的语音是 这个平常练瑜伽的 小伙伴应该比较清楚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语音 它像真正精神认知的力量 它是能够打通脑神经系统 并且持续影响你的松果体 时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配合霉轮的一个手印啊 将两手小拇指 两手的拇指和小拇指这样 直立 直立相处啊 然后指向眉心 将两手的其他手指在指节处啊 弯曲 并且两两相处啊 这样的话 这样对着你的眉心 这样可以看到吗 这样对着你的眉心 然后通过 这个手印 你这个手印要与语音是同步一个进行的 并且同时观想念诵语音的时候的气流 是冲击开眉轮后啊 眉轮处它是有如漩涡般的能量在盘旋 可以专注在这个漩涡的能量上进行数次的一个深呼吸 那这个你可以观想啊 这个漩涡在眉轮处是不断的一个扩大的 你的自身的专注力持续的时间越长 那你这个冥想的效果就会越好 这是眉轮 那我们来到喉轮 喉轮呢 它是生性能量的一个中处站 是人性向神性提升的一个连接点 那喉轮受阻的话 人体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咽喉肿痛的问题 同时可能还会出现无法与人沟通 没有表达自我的情况 那这时候的法物 就这个喉轮的这个冥想训练 是可以在你的清晨醒来后进行 一个采取一个盘坐的姿势 那冥想前呢 可以先做十次 复式的呼吸 然后当精神集中起来的时候 就可以做这个喉轮的一个手印 那将两手拇指相处 其他手指交叉 形成这样一个圆形 然后将这个手印 置于你喉轮的底部 大概就保持这样一个喉轮手印 然后呢 当你的这个 我前面说的这些事情完成以后 当你的精神集中起来的时候 就会做这个喉轮的手印 然后清晰的念出喉轮的冥想语音 每念一次对应语音 就想象着喉不从一个紧张僵硬的状态中 不断的解脱出来 那你的语调是可以从轻微变得强烈 响亮 这里我就不念诵了 我怕震到大家的耳朵 大家可以自己去念 就是 这个我就是比较小声的来告诉大家读一下 然后呢 这个语调是可以从强烈变成响亮 感受到你这个紧张僵硬的状态 因为喉部的震动不断的被冲击被释放 然后出现一个畅通无阻 清爽 轻松的感觉之后 然后你可以将观想的重点放在咽喉肿痛 或者是表达障碍等等问题上 你可以观想自己信心满满 清楚流畅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或者是与人进行重要的沟通时候 都取得了一个预想的效果 带着身心能量被唤醒的愉悦感 进行内在自我的一个对话 一定要遵从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想法 就能够将其顺畅的表达出来 当你的喉咙的障碍被消除之后 那不仅疼痛感是可以得到渐轻 自我意识也得到了一些肯定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喉咙 这就是喉咙的这样一个手印 然后接下来就来到了心轮 心轮的话呢 它是掌管着爱与身心成长的 这样的一个心轮 那当它受阻的时候 身体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些呼吸不畅 胸口疼痛 肌肉短痛等等症状 那要消除这些症状的话 首先要修复心轮的一个能量 依然是可以采取盘坐式 亲身送念与心轮相应 背应的语音 然后做一个心轮的手印 右手的食指和拇指相处 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的手指的话 形成一个圆 放置在你的胸部 左胸处 左手放松 搭在右左膝上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搭在 我只是做一个手印的一个展示 然后配合心轮对应的语音 然后尽量延长你的这个声音 重念的同时的话 做出相应的一个手印 观想心轮处 背一股强力猛烈的震动者 犹如就是像电器一般 迅速传遍全身 但最终这股力量 又是重新汇聚在心轮处 那你身体的酸痛感 减轻就是心轮能量 修复完毕的一个标志 所以说这一项冥想训练 它是没有时间长短的一个限制的 而是根据你身体的一个反应 来进行判断的 这就是你这个心轮的一个冥想的步骤 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太阳轮 太阳神经 它是主宰着人体的一个意志力和行动力 那当太阳轮能力不足的时候 就会出现持续性的胃痛 胃酸等等 这种胃部的一个疾病 你是可以静坐下来 放松全身 然后做这个太阳轮的手印 双手合十 指接向外 那两拇指相互交叠 这个样子 然后把这个手印置于你胃部的下方 做好这个手印以后 轻念与之相对应的冥想语音 同时观想自己身处阳光中 这个阳光是照射在你这个太阳轮处 通过语音的振动 太阳轮已经打开 并且不断的接收能量 如果说这时候 你的胃部出现一个灼热的感觉 那就说明太阳轮的冥想疗 已经开始产生效果 下一步就是持续的送念 我刚刚之前念的这个语音 使太阳轮始终处在 一个接收能量的一个状态中 那待你的这个情绪 彻底的安定的时候 那这项训练就可以结束了 最后我们来到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齐轮 那齐轮它是掌管着人体腺上线 和各种荷尔蒙的分泌 这个地方能量不足的话 就会导致一些内分泌失调 并且有一些身体虚胖 面部抄红 或者是有一些粉刺刺般的现象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 做一个齐轮的冥想 冥想的时候呢 是可以采取一个盘坐的姿势 然后来做这个齐轮的手印 左手掌在下 右手掌在上 两掌心向上 这样交叠 就这样自然的交叠在 放在你的齐步的位置 做这个齐轮手印 盘坐以后 把这个手印置于你的齐步 然后带你的这个呼吸平定以后 是可以轻轻的念出 小语音 哇 每念一次就深呼吸三次 那语音的震动的话 是可以使齐轮的一个受阻的状况 得到调整 那你此时的话就可以开始观想 齐轮处有一朵轻轻百动的一个莲花 那这朵在 在齐轮处生长的莲花 是不断的吸收身体内部的一些毒素 然后通过汗线 以排汗的方式将毒素排出体外 想想一下啊 齐轮处的莲花 莲花是犹如车伦 吸气的时候它给身体带来一些清凉感 尤其是面部的一些皮肤啊 然后由潮红发润 过渡到清凉柔软 呼气的时候 体内所有的毒素 由毛孔拍出体外 冥想结束以后 要通过肯定陈述来 强化这样一个疗愈的效果 你可以说 自己的容貌如莲花一般美丽 身体的自我疗愈能量 正在不断的打开 那这就是齐轮的一个冥想 最后我们就来到了海底轮 海底轮的话它是作为生命的根源 海底轮是在会音部位时 掌管着人体的生存能量 和身心的一个集合度 当海底轮受阻的时候 就会出现神经失衡 气血失调 免疫力低下等等症状 那最常见的就是浑身乏力 并且容易感冒 当身体出现一些轻微的感冒症状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来通过一些冥想 调整海底轮那些能量来进行一些减缓 首先我们是可以盘坐 然后调整呼吸 大概十次深呼吸以后 是可以做出海底轮的手印 海底轮的手印是 可以看到 用食指和大拇指的尖相处 形成一个环状 然后置于你的丹田处 此处的话是最接近海底轮的一个部位 在盘坐 呼吸 做出这个海底轮的手印以后 这时候要发出你的冥想语音 同时观想海底轮处伸出一团火焰 那伴随着这个冥想的语音 海底轮处的阻碍正在被慢慢的震荡开 那这团火焰呢 得以沿着体内的脉轮流向各个部位 此时你的海底轮处是可以感受到一种温暖感 那此时再次深呼吸 再次送念 我刚刚说念的这个冥想语音 持续的震荡海底轮 持续时间可以为十分钟 身体逐渐你会感觉被一股强烈的暖流包围 而这个暖流中的话 身体的免疫功能开始进行速修复 之前的头痛鼻塞等等的感冒症状 也是可以得到一些监管 那这就是我介绍的这七大脉轮的一个冥想手印 和念诵的语音和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一个简短的一个冥想的方法 来调整自己的一个脉轮情况 然后我们每周五晚上都会进行一个公益疗愈的仪式活动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是个一天加午的微信塔罗控来进行报名的 这个活动我们大概都进行了快一年多了 也是有很多小伙伴 也是得到了一些对自己的身体的脉轮 进行了一些疏通和排复的作用 希望大家能够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来大家一起来参加的哦 希望今天我是说的比较的粗略 如果说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和疑问的话 是可以来找我进行咨询的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